我们必须团结起来 国民党提名高雄市长韩国瑜参选2020总统大选 迎战民进党争取连任的蔡英文总统 韩国瑜将在这个星期天9月8号 回到他的出生地新北市 举办第一场的肇事大会 来到新北市 最近网路上喊出的韩朱沛的前新北市长朱立伦 仍会到场吗 朱立伦是依照既定的行程 这一天应该是仍在日本参访 看来是真的到不了 前任市长朱立伦另有行程 仍在国外 那现任的新北市长侯友宜呢 他还是维持一贯的态度 先凭市政 当天是行程满满 应该就赶不过去了 其实我每天防折市政 很多事都没有办法处得很桌前 勤力在充斥市政 所以有一些政治的新闻 这个太多了 太杂了 其实我都没有仔细去用心的看 像类似这些传言 我都还不知道 那我一直觉得说 我们好好的静下心 点点做事情 要认真打拼 把我们的角色做好 我们现在做市长 市长的考验 做好 第三个比较重要 那政治的一些传言 一些的纷纷扰扰 都不是侯友宜 想要听的 想要说的 我只有认真努力 把我们的事情做好 这几天任何公开场合 要不要参加新北市第一场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 韩国瑜的肇事大会 媒体都会主动提问 侯友宜的答案没变过 一贯的立场 一致的答案 市政为优先 看来侯友宜 要不要帮韩国瑜助选 选择何时出马 媒体真的还有得追 毕竟400万人口的新北市 侯友宜可是蓝银的大当家 数位天空新闻 新北市板桥采访报道